年初买了三个品种的鼠尾草。 虽然墨西哥鼠尾草的花期最晚, 但综合比较还是它的表现最令人满意。 刚收到时,很小一株, 但很快就发芽长出新的枝条。 前期又打顶过几次, 两个月左右官服就比原来饱满很多, 不过五月份时也有长歪的阶段, 有几个枝条明显偏观, 当时我以为它要重蹈天兰鼠尾草的覆辙。 出人意料之外的是,养着养着, 它竟然自己圆回来了。 七月底,官服看着已经很不错, 只是受限于小花盆, 没法和地栽效果相比。 进入八月,我才第一次看到它的花苞, 比樱桃和天兰鼠尾草都要晚, 但是呢,株形比后者强, 花量又比前者多。 虽然是普货,但是状态真的好, 花朵和叶片都具有观赏性。 花期时长,好像各地情况有所不同。 我养的这盆,不知道可以开到何时。 夏天的耐热耐晒,还凑活。 只要能及时浇水,就没问题。 但一旦缺水,叶片搭辣得很厉害。 所以,我觉得耐寒性一般。 同时,它的耐寒能力目前不是太了解。 有人说它不耐寒。 资料又说能耐零下10到15度。 如果真能抵抗住这个温度, 冬天我就可以留它在露天。 不过以防万一,已经千差一盆。 到时可以把这盆备份搬室内。 Rothнуть小晨 Rot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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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